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的路越长 他就越晚找到妈妈 听明白了吗 OK 那你看看 是不是就在让我们比较一下长短呢 好 但是啊 同学们 我们会发现这道题当中 注意了 好像有这样的格子吧 对吧 而且这个格子通过观察 它是正方形的 没问题吧 所以思路分析 注意了 我们就可以啊 借助这后面的格子来数一数 注意这当中的线段吧 对不对 当然 在这儿啊 诶 史老师想说的是 这线段你会发现有横着的吧 还有什么呀 是不是还有竖着的 对吗 好 还有什么呀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斜着的呀 对吧 OK 有横着 竖着 斜着 所以我们小朋友在分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 对吗 好了 横着的 竖着的 斜着的 没问题吧 好 那提示到这儿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暂停视频 自己动脑筋来思考一会儿吧 怎么样 宝贝们 你们做完了吗 诶 那么现在跟着史老师我们一起来做一做 好不好 好 大注意 在这儿啊 我还要多说一句 正方形 老师提示过了 它呀 四条边可都是一样长的 对吗 也就是说 横着也好 竖着也好 你们都是一样长的 对不对 但是 史老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你说 要是斜着的呢 诶 我们以后会讲到 对角之间的连线叫做正方形它的对角线 对吗 那你告诉我 你说这个斜着的长一些 还是横着或者竖着更长一些呀 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觉得是一样长的 注意 不要被眼睛所迷惑 可以怎么办 量一量 或者用绳子去比一比 对不对 所以啊 现在 史老师给大家一点时间 宝贝们 赶紧来思考一下 究竟是它长 还是横着或者竖着更长一些呢 嗯 试试看吧 量完了吗 量完了 对吧 我也带来了我的工具 在哪呢 嗯 这一根破绳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啊 来 那我先把这个斜着的 这个线段它的长得给它比出来 应该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现在你看我 接下来呀 要跟横着的以及竖着的去比较一下 宝贝们 来注意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准备 头对正 诶 我会发现怎么样啊 哎呀 那我的这个白线段的长度 要比横着的这条线怎么样 长一些吧 对吧 那竖着的同样 是不是也会长一些 对吗 事实胜于雄殿 不要去争它 我会发现 当然在正方形当中 斜着的是不是要长一些呀 对吗 好了 这个搞清楚了 什么题都难不倒我们小朋友了 咱们一块来数一数线段 好不好 嗯 先看左边的好吗 左边的小鸭子 哎 既然这当中横着竖着 它们都是一样长的 那么乐乐老师不妨把它们分在一个类里面 好不好 可以的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啊 咱走着 先数横竖的啊 好 数的时候最好要做上标记 走着 一 二 三 没问题吧 横竖一共有三段 接下来再看 注意了 该数写着的了 非常棒 那我也要给它做上标记 那我也要给它做上标记的啊 一 二 也是三段 写好它 斜着三段 好了 接下来该看一看右边的小鸭子了 右边的小鸭子仍然先数横竖的 好不好 来 走着啊 一 二 三 四 哦 横竖它现在出现了四段 先写出来 再数斜着的 非常棒 斜着的 一目了然 一 二 三小段 对吗 OK 写到这儿我们比较一下 注意了 你看 你斜着三段 我斜着也三段 夸夸 同样的不看你 好不好 OK 再来 注意了 那横竖着你走了三段 而后面的 你看 这右边的走了几段 四段 对吧 那么乐乐老师说了 也就说明呀 这个左边的小鸭子 他走的比较的短 比较的少 对吗 所以谁应该先找到妈妈呀 当然是左边的小鸭子 很快就找到妈妈了 对不对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他 孩子们 这道题你做对了吗 实际上呀 万一在考试当中 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你看一看 乐乐老师这样的一个方法 能不能帮你快速的解决呢 我就来对比一下 怎么对比呀 好吧 你有的 我也有 我就夸夸一滑掉 这就是我们以后要讲到的底消法 走着 瞪大眼睛来看 好 你有竖着的 我也有竖着的 对吧 好 再来 我就先看这个 你有竖着的 那我这也有 没问题吧 好 再来 你这有竖着的 我这儿虽然在这儿呢 对吧 是不是也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啊 接下来怎么样啊 该看斜着的了啊 你有斜着的 我也有 甭管你是往哪扭 反正都是斜着的 对不对 好 你有斜着的 我这儿也有 对吗 OK 你有斜着的 我这儿也有 注意观察到 哎 这样一滑来滑去 我会发现右边的小鸭子 比左边的小鸭子怎么样 是不是多走了这一段 对吧 OK 你多走了 而你走的少一些 当然 走的少的先找到妈妈 怎么样 这种方法 是不是特别快呀 对吧 OK 如果你这一道题 听明白的话 哎 跟着我先来巩固一下 看看石老师点击 沿着格子的标题画路线 要分类数线段 怎么分类呢 请注意了 横竖可以一类 当然 别忘了 斜的也要分一类 宝贝们 这道题听明白的话 你愿不愿意自己动手来 尝试一下呢 看看这个题你会做吗 巩固一 孩子们动笔试试看吧 宝贝们 这一道题你做的怎么样呢 跟着石老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不好 嗯 注意了 这一道题仍然是仔细观察 后面都是有格子的 对吗 所以呀 咱就可以竖线段 当然这个线段 有横着的 有竖着的 还有斜着的 你得想清楚 因为呀 它是正方形的 所以横竖都是一样的 非常好 下面走着 我们来看看 究竟是谁 先吹灭蜡烛呢 嗯 来看看 解析过程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的来看 先看左边的这只小青蛙 走的线段到底是多少 好吗 嗯 注意了 我会发现呀 横竖 我给它放成一类了啊 一共走了 一 二 三 四 对吗 数的时候最好给它 做上标记防止遗漏 再看斜着的三段 对吗 那右边的小青蛙 注意了 横竖一共走了多少呢 嗯 一共是三段 就在这里 而斜着的走了三段 比较一下我会发现相同的东西就不用去看它 你有的我也有 而不同的就是右面的小青蛙红竖才走了三段 二 请问谁走的短 当然是右边 对不对 谁先吹灭蜡烛呢 自然也是右边 对吧 所以本题的正确的案就是 右边的这只小青蛙先吹灭蜡烛 怎么样 屏幕上的宝贝们 这道题你做对了吗 嗯 当然 这道题做对了 你可别得意哦 老师再来一道题目 如果这道题你还能做对的话 那么真的应该给自己一点掌声了 等大眼睛 你愿意来挑战一下巩固二吗 一起来看看 想让我们小朋友啊 比一比 哪只猫最先捉到老鼠 哪只猫最后捉到老鼠 看到了吗 哎 孩子们注意了 请你看这里 一共有四种类型的猫 分别是黑猫 花猫 白猫 以及黄猫 OK 这道题我先说到这里 那请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暂停视频 自己动脑筋来思考一会儿吧 石老师我先消失一会儿 来吧宝贝们 石老师我又回来了 刚才呀利用这点时间 我呢上底下溜达了一下 看到了 呀有些同学那做的真是快呀 看了看 总的来说 一共有三种方法 在这儿 一的跟屏幕前面的小朋友们 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好了 第一种方法 有些同学 老师 我就按照你之前所讲的 数数线段就OK了 这当中横着的 竖着的 都没有斜着的 多高兴 数线段 可以吧 哎 如果 注意了 这个线段长一点 那个段多一点的话 那 这个猫是先捉到老鼠 还是后捉到老鼠 走的路越多 就应该是后捉到老鼠 对不对 哎 把这个玩儿一定要绕过来 这是方法一 时间关系 我不多说 你是不是这样去想的呢 嗯 当然 还有一些同学 没有这样去想 注意了 你看 方法二 公共部分 加上不同部分 有的同学 现在满脑子全都是问号 老师 啥意思呀 注意了 那么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你看看 仔细观察 我们会发现呀 公共部分 是不是都会有这 嗯 数数看 一二三四五六 七个横段 这也有 这个地方也有 这个地方也有 所以公共部分不用看它 你看我写写 黑猫 就是七个横段 再加上两个数段 于是七加二 行吗 嗯 那么花猫就是七 那不同部分就是零了 对不对 再往下走 白猫呢 好了 白猫是七横段 再加上四个小的数段 最后的黄猫 注意了 到这儿 刚好是七个横段 后面又加了三个横段 所以比较一下 你看公共部分 不用看它 只观察不同部分 走着 请问谁先捉到老鼠呀 花猫吧 请问谁最后捉到老鼠呀 你走得多吧 是不是白猫 对不对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非常巧的 对吧 哎 当然 方法三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用直接观察的方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比较一下前面三个 我们以后的课程当中 史老师会讲到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所以我能够特别快的知道 那么应该是花猫先捉到老鼠 听明白了吗 记住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OK 这一道题三种方法就给我们小朋友分享到这里 注意了正确答案 花猫先捉到老鼠 而白猫是最后一个捉到老鼠 一起来看一下史老师点睛 通过刚才的这一个巩固 需要我们小朋友 以后记住 拿到一道数学题的时候 尽可能的多角度去思考问题 多想一想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参请客间 他真的在动吗 题目前的宝贝们 你们来思考一下 实际上 他并没有在动 而是你的眼睛 迷惑了你哦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下本节课的两个小怪兽吧 大一号和小一号 小朋友们都认识等一号 可是你们知道等一号还有两个兄弟吗 这两个兄弟都有一张大大的嘴巴 一个叫大一号 大嘴巴总是朝左 只要左边有大的 重的 长的 多的 等等 他就张着大嘴巴去吃 另一个叫小一号 大嘴巴总是朝右 只要右边有大的 重的 长的 多的 等等 他就张着大嘴巴去吃 让我们一起猜猜看 下面的大胖猪 长千笔 大冰棍 会被谁给吃了呢 来吧 宝贝们 彪凯纳乐老师 向大家介绍了 本节课的两个小怪兽 一个叫做大一号 注意大一号这个怪兽呀 他的嘴巴总是朝左的 对吧 好 而小一号 他的大嘴巴怎么样啊 是朝右的 注意了 我们小朋友一定要记清楚 不管是哪个怪兽 那么他的大嘴巴总是朝着那个 大的 多的 长的 等等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好了 请问两头猪谁是大胖猪啊 能不能试着用手势告诉乐乐老师 什么样子的 或者用你的肢体也好不好 哪个是大胖猪啊 大嘴巴我要吃掉它 应该是这个吧 对不对 或者怎么样 嗯 这个样子的啊 OK 好了 哎 这个大嘴巴是朝左的 所以这应该是 大一号 再看 看这个 哪一个是长千笔呢 当然是上面的这一个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注意了 也希望我们小朋友要知道 这个大嘴巴应该是朝着那个长的千笔的 好吗 OK 再来 下面 冰棍吧 那么长冰棍应该是左边的 所以注意 大嘴巴应该朝左 那么在写的时候 那么在写的时候自然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样 小怪兽你认识了吗 跟着乐乐老师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习题吧 那么